出发消息,欢迎在展开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2023年2月28日 就在刚刚,有自称来自荷兰华县的民众提供资讯提到 2月27日,荷兰安阳华县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 而在20日,当地一名24岁女性被丈夫连砍八刀死亡 26日,夜里突传,女方尸体被偷走 导致大量愤怒的村民前往南方住所讨要说法 最终导致情体系事件发生 在事件过程中出现了推翻警车 警察使用暴力殴打村民等情况 提供的多段现场视频显示 数十名身着制服人员 从一个房屋中带出一名男性 并对进行殴打愤怒的村民 其中也有看热了的人士 冲进南方家中进行打砸的画面 另外也有人将死者的遗像和晚年挂在警车上 随后当地政府调来大批的警方人员 试图将现场民众驱散 结果更加愤怒的民众直接将当地警方的车辆推翻 直到今日有关华县、阳大昭村、阳芳芳家附近 也就是本案的设施的受害者 都有大批的武装人员包围 外人不得入内 另外有关此事一位当地人士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他在访谈中提到 议论让他们也就是荷兰华县的官员受不了 他们前途受影响了 封村了 我们的人想来看看都不让看 潮汐人想来看都不让看 警方出动数千警力 包括特警、防暴警察封锁进村的路 而且还封锁抖音视频账号封号都封了三次 今天晚上所有车辆到村口都要拐弯不让往村内开 其他有关此事 我们在此前的报道中提到 24日 微博网友爆料提到 2月23日河南省安阳市华县阳大昭村 24岁的女孩被丈夫亲手杀害 在脖子上被联系砍八刀 婆家无一人料理后事 另外我们查询到相关网络视频显示 2月24日河南安阳华县 24岁女子脖子被丈夫连砍八刀身亡 婆家无一人处理后事 女子家属745天没有安葬的地方 娘家人直接在南方家客厅下葬 窗户全部用砖封死 此前的27日河南当局通报提到 2023年2月20日华县桑村乡 杨大昭村民张某豪 以妻子杨某方因家庭矛盾纠纷 发生政治 张某豪持刀将杨某方杀害公安机关 第一时间将犯罪行人张某豪控制 并依法对其刑事激留 目前案件正在依法办理 张某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